Action 你在發負他們生氣啊 你吃了日本你還結婚了 那是兩回事 吵吵吵吵吵什麼 三更半夜不睡覺 在河濱公園上演 情侶吵架勢在演哪出 是說這兩個人好眼熟 我稱聽你劉冠婷當眾 玩家是怎樣你 對 這是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關我 喔 新上檔的火神的眼淚還在熱播 在片中已經成為情侶的兩個人 還沒等火神擦乾淚 就已經開始拍新戲啦 小婷 現在你上來一家啦 你來幹嘛啦 過去從台客小流氓 可以暫停時間的公車司機 沿到指紮師傅的劉冠婷 瞬間成為西裝筆挺的 愛情偶像劇男主角 這倒是蠻新鮮的 而吵架戲嘛 也一路從內湖演到大直 新戲愛情發生在三天後 由馮凱知道 其他演員還有 袁愛妃林哲希等人 只不過在疫情升溫 發布三集警戒後 劇組就停工了 而陳婷妮跟劉冠婷這對新螢幕情侶檔 暫時就沒有新的對手戲了 我願意當你的男朋友 當一個暫時的男朋友 沒有新的 那就的呢 陳婷妮胡與薇 這對已經傳了八年的緋聞情侶檔 雖然從來沒有公開認愛過 對外都說是好朋友 但就在去年不以為被問到閃婚的問題 他說這也算是一個驚喜 一定會把求婚弄得很浪漫 男生的發言被認為是 隔空對陳婷妮喊話 但在女生看來 無論溫馨或驚喜都是一種回憶 是說只要是跟對的人在一起 把戲中的甜蜜延伸到現實 所有人都會祝福的